一句佛号啊 念了多少年呢 功夫真正得理 要从这算起 功夫不得理不算 什么叫功夫得理 念佛的时候确实没有咱念 念佛抓住三个重点 第一个真正相信 没有丝毫怀疑 有怀疑 功夫就被破坏了 不怀疑 不夹杂 夹杂就是六根 会受外面六层境界影响 不受外面境界影响 看得清楚 听得清楚 那是自信 本具薄弱智慧 虽然清楚 那个心如如不动 没有受到外面干扰 依然是一句佛号 念到底 这是三个条件当中 第二个 不怀疑不怀疑不夹杂 第三个不间断 一句接触一句 句句都是 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 要这样念法 念多久呢 不怀疑 上根的人 像《弥陶经》上讲的 若一日到若七日 就能真的 那么一般中根的人 甚至像中下根的人 十年 二十年 决定得到 十年二十年 不算长 我们看海鲜老师 他二十岁出家 师父就教他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嘱咐他一直念下去 他老实 听话正感 这一句佛号念了二十年 也就是说 他四十年 达到什么境界 我们相信 他达到 理议心的境界 也就是 大彻大悟 鸣心尽心 真是理议了 离议心不乱 就成佛了 禅宗所为 大彻大悟 鸣心尽心 尽心成佛 是真佛 不是小佛 你不然 代表 巴 你不然 你不然